年夜饭必吃的二十三道下饭菜 学会真有面 第一道 你一定要记住 以后你们在家里做红烧肉 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炖 那就是大错特错 今天教你一招 做出来的红烧肉不但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越吃越想吃 关键做法还非常简单 首先切好的五花肉 用盐水浸泡个十分钟 这样做 不但能泡出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 而且还可以让口感更加的软 锅不用放油 倒入五花肉 开小火慢慢地翻炒 把它的油炒出来 这才是红烧肉肥而不腻的关键 熬出来的油至流起来 流到过年 可以炒个青菜 然后加葱姜 干辣椒 八角调味 倒入红烧酱 其他的任何调料你都不需要放了 翻炒均匀后 再倒入一罐啤酒和适量的热水 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然后开大火收汁即可 这样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 软篮入味 学会了就赶紧去做起来 第二道 以后你要是想吃柠檬鸡爪 就像我这样做 自己想吃多少做多少 酸辣脆爽吃到过瘾 鸡爪冷水下锅 放葱姜料酒 水开煮十分钟 倒出过一下凉白开 更Q弹 放点小米辣 蒜末洋葱 柠檬 倒入泰式风味汁 其他什么调料你都不需要放了 抓匀即可开吃 泡两小时更加入味 做出来比外面卖的都好吃 酸辣脆爽 真的是太过瘾了 喜欢赶快动手做起来吧 你一定要记住 以后要是想吃糖醋里脊 就像我这样做 只需要两步 在家也可以轻松搞定 做糖醋里脊 首先我们要挑选 也可以用梅花肉 切好的里脊肉用刀背 像我这样给它敲打 肉吃起来不会那么柴 而且还会更入味 放入碗中 加盐胡椒粉 葱姜蒜打入一个母鸡蛋 用我的左手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挑出葱姜蒜 再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抓拌均匀 油温六成热 下锅炸再开中小火 炸至金黄酥脆 锅留底油 倒入一包这种熬制好的糖醋汁 大火熬制汤汁粘稠 下入炸好的肉段 快速翻炒均匀即可 家里有条件的撒上一点熟芝麻 这样做的糖醋里脊 是不是非常简单 喜欢的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你一定要记住啊 怎么也想不到 莲藕还可以做出这么好吃的下饭菜 香辣有味 三碗米饭都不够吃 首先莲藕去皮 先切成丁 然后再切成片 锅中水开 倒入莲藕丁 放入少许白醋 这是莲藕不黑的关键 焯水煮至断生 捞出锅中油热 放入五毛钱的五花肉 开小火边炒出油脂 再放葱姜蒜小米辣炒香 倒入超好水的莲藕 加入生抽 少许老抽 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接着倒入一包好吃的外婆菜 炒出外婆菜的香味 撒上青椒 开大火继续翻炒几下 就可以出锅 这样子做的莲藕下饭菜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去做吧 很多人在家做拍黄瓜 都是一开始就放盐 难怪做出来的黄瓜 又咸又不好吃 今天我就把最好吃的做法 分享给大家 切好的黄瓜放一大勺白糖 这才是黄瓜爽脆的关键 抓拌均匀腌制十分钟 用白糖腌过的黄瓜 会更加的清甜爽口 记住千万不要用水清洗 沥干水分 加蒜末 小米浇一把花生米 加入一小包凉拌汁 抓拌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拍黄瓜 非常清脆爽口 真的是太好吃了 学会了赶紧收藏 做起来吧 第六道 再加炒豆干 你要是直接下锅炒 那就是大错 你照我的方法做 我保证全家人都抢着吃 锅中水开 加一勺小苏打老抽 放入切好的豆干 这样做出来的豆干 软嫩不易碎 还能有效地去除豆腥味 花肉炒出油脂 下葱姜 干辣椒 青椒一起炒出香味 放入豆干调味 加盐 鸡精 白糖 生抽 蚝油 大火翻炒几下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炒豆干 不仅做法简单 还特别的下饭 你也做一份尝尝吧 必吃到 新鲜的蚕豆买回家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 好吃又下饭 水开下一勺盐 少许食用油 这样烫的素菜 翠绿有光泽 烫一分钟捞出 锅中油热 下肉末炒香 炒至变色 再下葱蒜 干辣椒 条件好的放点香菇 继续炒香 再放蚕豆调味 加盐 鸡精 生抽 蚝油 开大火翻炒一分钟 鲜香入味 你也做一份尝尝吧 必发到 以后想吃蒜蓉茄子 不用去外面吧 在家也能做的一样好吃 首先把树上摘的茄子 上锅蒸15分钟 蒜末上放小米辣 200度热油激发出香味 调味放盐 鸡精 白糖 生抽 蚝油 搅拌均匀备用 好吃的蒜蓉酱就调好了 用它做花甲粉丝 蒜蓉大虾都非常好吃 蒸好的茄子 从中间划一刀 再用勺子把它摊开 把蒜蓉酱均匀的淋在茄子上 即可 这样做的蒜蓉茄子 比外面买的还好吃 喜欢你也在家试着做 以后 酥鸡你就像我这样 真的比肉还好吃 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 首先酥鸡切薄薄的后皮 水开放入酥鸡 加一勺盐烫一下 去除豆腥味 在均匀的摆入盘中 放泡好的粉丝 碗中蒜末 小米椒用热油激发香味 水开上汽蒸十分钟 主锅淋上一圈生抽 撒葱花 浇热油即可 这样做的酥鸡 蒜香浓郁 好吃入味 你也做一份尝尝吧 必死到 很多人西葫芦除了少 就不知道怎么吃了 今天教你个没见过的做法 做法简单 好吃又下饭 切好的西葫芦 撒炒菜两倍的盐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腌出水分 这是西葫芦爽爽脆的关键 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挤干水分 加葱花 蒜片 小米椒 干辣椒 花椒 用热油爆香调味 加盐鸡精 白糖 生抽 陈醋 用右手抓拌均匀 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凉拌西葫芦 清脆爽口 好吃又下饭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做一份尝尝吧 必死一道 炒蒜苗 很多人不是超市 就是直接下锅炒 其实都不对 今天 我把六十年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首先新鲜的蒜苗切成段 再撒上一小撮盐 抓匀 腌制十分钟 便然后加清水 清洗掉多余的盐分 瀝干水分备用 起锅把五花肉炒出油脂 再放排蒜 小米 切好的咕咕 一起炒出香味 生抽耗油炒香后 倒入蒜苗 加盐鸡精 最后大火翻炒 两分钟即可 脆嫩爽口 非常好吃 第十二道 过节大鱼大肉吃多了 你可以做一道 这样的白酌生菜 生菜寓意生菜 首先在生菜里 撒少许盐 一大碗清水 给它浸泡五分钟 再清洗 这样能有效地 去除上面的虫卵和杂质 你看这水里面 是不是有点脏 水开 加一勺盐和食用油 然后下入生菜 把生菜烫熟后 整齐地摆入我的盘中 碗中放蒜末 葱丝辣椒丝 用热油气发出香味 倒入白酌汁 搅晕淋在生菜上即可 这样做的生菜 清脆爽口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为什么西餐厅的蔬菜沙拉 那么好吃 究竟是怎么搭配 其实做法非常简单 碗里加苦菊 紫甘蓝 生菜 剩余果 黄瓜 再加点大虾 和充蛋白质 放入沙拉酱 拌一拌就可以开吃 一周吃八回都不腻 第14道 马上就放假了 你要是累了不想做饭 那你可以做一道 这样的蛋炒饭 不仅好吃 而且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油热倒入两个 顺产的母鸡蛋 快速地把它划散 然后放20粒葱花 这样炒出来 香味更加的浓郁 倒入昨夜的剩米饭 倒入一包外婆菜 开大火翻炒两三分钟 最后放一把葱花和香菜 翻炒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蛋炒饭这样做 越吃越想吃 一吃就停不下来 你也做起来吧 必须我当 万万没想到 把鸡蛋打入 茄子里拌一拌 就能成为一道小朋友们爱吃的美食 首先准备多一点的蒜末 切好的茄子 打入一个母鸡蛋 再一起抓拌均匀 然后加一勺干淀粉 让每个茄子都均匀地裹上淀粉 油温六成热 下锅炸 小火慢炸 炸至表面微黄凹出 锅留底油 放蒜蓉炒出香味 一小碗我家的清水 加生抽香醋 耗油白糖 鸡精调味 大火熬至汤至浓稠 倒入茄子 撒点青红椒配色 大火快速地翻炒两下 即可出锅 学会了你家孩子 第一个夸你是大厨 第十六道 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 每到这个时候 家家户户都会卤牛肉 还是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做 今天就把我卤了三十多年牛肉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关键几个步骤 你可要看好了 买牛肉首选牛腱子肉 这种肉上面的肥肉比较少 吃起来口感也特别的好 十块钱一斤的牛腱子肉 用竹签在表面躲999个洞洞 这是入味的关键 放入生姜干辣椒 放入卤料 用我做饭的小手抓板均匀 腌制四个小时以上 这才是入味的关键 千万不要直接卤 晾出来的牛肉不入味 腌好以后 倒入一罐82年的啤酒和自来水 加满烧开后 转小火炉两个小时 再给它浸泡两个小时 捞出晾凉以后 再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酱料配方打在屏幕上 记得截图保存 这样做的酱牛肉鲜嫩多汁 还不塞呀 放凉翅 筋肉分明又有嚼劲 喜欢的过年过节 安排起来吧 必时期到 鸡翅买回家 你不要总是可乐了 你只要多加这 一步还没来得及上桌 就要抢光光 用鸡翅把刀切成两半 更方便入味 加入姜蒜 葱花盐 生抽 蚝油 抓拌均匀 腌制20分钟 再去掉上面的料炸 打入一个顺产的鸡蛋 倒入酥炸粉搅拌 6成油温下锅 开中小火炸6分钟左右 这样做的炸鸡翅 咸香酥脆 孩子一口一个 离外面买得好吃多了 第十八道 你一定要记住啊 怎么也想不到 肉片还可以做出 这么好喝的汤 肉质嫩滑 清淡鲜美又好喝 首先我们要挑选一块 不管炒的吃还是做汤 都特别的嫩滑 少许盐 加入鸡精 生抽料酒 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10分钟 再加入地瓜粉 给它抓拌均匀 加入一块钱的自来水 放入姜丝 水开以后开小火 肉片要一片一片地放 煮至定型 用勺子轻轻地给它推两下 倒入一包榨菜 放少许盐和鸡精调味 最后撒上葱花 再来点蒜头油 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的榨菜肉片汤 肉质嫩滑 真的特别好喝 喜欢的赶紧去安排起来吧 我是万万没想到 把苹果和山药做成饼 软糯香甜 孩子们都抢着吃 首先把山药切成丁 水开上蒸锅 大火蒸10分钟 蒸熟的山药 趁热压成泥 压得越细腻越好 吃不完的苹果丝 白糖10克 面粉50克 给它揉成不粘手的面团 就一小块揉成圆形 再用手按压成小饼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一个一个放入煎锅 小饼上撒上点白芝麻 一面煎熟 再煎另一面 全程用最小火煎 最后煎吃 两面金黄即可 苹果和山药这样搭配起来 做成小饼 吃起来软糯香甜 孩子们都抢着吃 你也动手做起来吧 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把方便面上锅蒸一蒸 出锅就是一道 大人小朋友多爱的美食 方便面先用水泡一下 再放锅里蒸上十分钟 面条筋到不外坨 这两块方便面 够三四个人吃了 油热了 打两个鸡蛋 给它炒熟炒菜 再放火腿和葱花 不爱吃香菜的 可以多了 方便面放里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蚝油 和一勺老干妈 这样做的炒方便面 方便又好吃 全家都喜欢 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您就做起来吧 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把火龙果放进油锅里 这种炒土豆丝的方法 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做法特别简单 锅中油热 下入去皮的火龙果 用铲子捣碎 像我这样炒出红油 再放入土豆丝 开大火翻炒均匀 让土豆丝均匀地裹上 火龙果汤汁 然后进行调味 只放点盐 鸡精 白糖 其他的调料 你都不用放了 再次地翻炒均匀 火龙果炒土豆丝 这道菜就做好了 香甜可口 特别好吃 你也赶快动手是做吧 女人哪 上了年纪 一定要多喝这道汤 反正我是每个礼拜 至少给我老婆炖一次 结婚三十年 到现在小脸 还是一直红扑扑的 炖鸽子汤 你要是想不新 而且营养还不流失 你可以加入清水 给它浸泡五分钟 再用清水 多冲洗几点 清洗干净 一包松绒菌菇包 用温水清洗一下 加入葱姜 放入泡好的菌菇 有条件的多加点清水 盖上盖 小火炖一个小时 最后加入少许盐调味 撒入枸杞和葱花 就可以出锅了 喜欢的赶紧安排起来吧 葱油焦白 很多朋友都爱吃 但总是做不出 饭店里的味道 但是你的酱油 没有选对 酱油选错了 鲜味就少了一半 地里刚摘的焦白 去皮 这样蒸出来的焦白 更清甜鲜嫩 在切成滚刀块后 洗净装入盘中 上锅大火 蒸八分钟 撒入不要钱的小葱 喜欢辣的放点小辣椒 用1000度热油激发香味 倒入葱油 这么简单 你也安排试试吧